南投县政府卫生局邀请知名的长荣交响乐团 在中兴新村大操场举办一场知性与感性的 反烟反毒卫教主轴宣导音乐会 县长林明珍也和民众在星光下共同来聆听 卫生局也透过宣导影片提供孩子聚烟反毒的机会教育 期盼共创无烟剧毒家园 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沉淀心灵 在中兴新村大操场 县府卫生局就以反烟反毒卫教主轴 办理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 邀请长荣交响乐团以及多名的实力唱将同台演出 同时宣导烟毒的危害以及如何防范 县长林明珍也到场 除了表扬环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浦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贾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厂商 在于县府卫教政策推动的支持 同时也重申反烟害拒绝毒品的决心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心 以及健康的未来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卫福部 也有我们县政府要来对于吸烟吸毒 这个宣传活动 我们希望各位大家要远离吸烟 同时也更要远离吸毒 尤其吸毒对我们自己的前途 你一战染上吸毒的话 我想这个前途会暗淡会无光 所以大家希望各位远离吸毒 那么我们尽量的少抽烟 抽烟抽得更多 那么我们会得到胃癌 还有胃腺癌 希望大家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尽量的不要抽烟 同时也要远离吸毒 你有亲戚朋友展上吸毒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把他劝导 去戒毒 这样将来你才能够过得幸福的家庭 准备哦 3 2 1 近年来 烟毒泛滥 使用族群有年轻化的趋势 新兴毒品滥用情形严重 县府卫生局借由音乐会 吸引家长 陪同年轻族群一同聆听 除了增进了家庭亲子间的互动 同时也借由宣导 让大家了解毒品的危害 以及可怕 一同防围杜鉴 共创无烟剧毒的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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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